请问你贵姓 李婉财 我这里没有留给李四海的东西 倒是有一件留给你的东西 来 我给你按一下线子 两位请稍候 好 那麻烦你来 好 好 走好 好 一年前我接受任务 作为一个沉睡者潜伏在上海 几个星期前我被唤醒 我的唯一使命是迎接枪械师 但是特务盯上了我 我已无法完成任务 这个任务就只好留给你 或许你还面临着一个谜团 谁是枪械师 其实这是对枪械师的一种保护措施 在花崖山的时候 敌工部就发现日本人对专家团进行了渗透 一支神秘的部队多次袭击 从沦陷区来根据地参加兵工研发的科技人员 所以组织决定 只允许我和王教授两个人 知道枪械师的真实身份 当然我会为你解开这个谜团 请进 组长 组长 出身了 那个叫刘春生的犯人生病混淌了 生病混淌了 我们也不知道 他满脸疼红 不停地打冷战 那还愣着 赶快请医生 是 坏了 坏了 真是爬什么就来什么 喂 请进领事 我有急事 现在对关键的问题 是需要尽快 和刘春生建立联系 我们现在需要一位同志 假扮成护士 配合吴医生进入租检 看来这次只有靠小婉 我可以吗 我愿意 你愿意行吗 你愿意你也不能去 你是发报员 万一他出什么事 我们怎么跟上级取得联系啊 是不是掌柜的 但现在其他的人 在黄崖山 或是在天长大舞台 都和几川照过面 这次让小婉去 是孟茜唯一的选择 就这么定了 不许变卦的 我不会变卦 但是你要听吴医生的安排 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不许有一点改变 好 一定服从命令 还有 你要想办法 让我们和里面的人 尽力联系 还要想办法 把里面的信息带出来 是 保证完成任务 来 来 来了 您好 坐 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是老朋友了 所以我就不绕圈子了 营救你那地 这件事谁也办不了 日本人给公布局施衙 并派几川亲子申闻 看来那个人对他们非常重要 那他们找出谁是那个鬼了吗 这可能是一道没有大的谜题 日本人也很挠头 鬼不献身 没有人能走出寻补房 令氏志答应给日本人二十四个小时 查不出来就得放任 日本人的话能相信吗 如果他们找不出这个鬼 他们绝对不会放过这三个学生 我最担心的是 内地被冤杀 所以现在 来 相信我的老朋友 帮个忙 这个不是钱的事 我不要你马上放人 我只要你保证 我的内地不被冤杀就行 喂 喂 大总可惜了 有一个土法轻狂 你们口哑的那三名学生 其中有一名突然得了病 医生说如果不及时治疗 会死亡的 马上给他治疗 这和我们的质群没有矛盾 人口在寻补房 功不举 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临时不想有人撕在我们这儿 而且 寻补房的条件 不理于治疗 他们需要立刻住院 你让上天使医院的医生 抓紧时间治疗 我们呢也抓紧时间 我们说好扣二十四小时 现在还剩下十个小时 如果你们没有证据说明 有人是低下反抗成员 我们就必须防人 那好吧 如果我们仍无法确认 谁是枪械师 我们只好按照公布局的要求 明天中午把人放了 田中大座请问 我手里的一样东西 兴许能帮我们判斗谁是枪械师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上次在痴乎行动中 小野军从王云凯教授抢到的演算纸 王云凯教授死活不松手 这说明他非常重要 这上头的血 是这个王云凯的吗 我虽然看不懂这上边复杂的算式 但是我发现在一些关键的数据点上 给出的不是数字 而是一道算式题 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教授是想看看自己的学生 对数字还是否保持得敏锐 哪个你的意思呢 既然枪械师是教授眼中的不是制裁 那答对这道题的只能是枪械师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可是又有谁能给我们 这道算式题的正确答案呢 不好意思 天忠大作 给出这道题正确答案的 只有您的女儿 淳子小姐 淳子 为了抓到枪械师来到上海之后 我提前做了功课 昨天我去了枪械师的母校 圣约翰大学 校长先生 在您的记忆里 他们三个州 谁的数据最好呢 我这儿有一道数据提议 他们三个谁的大人 这就是一道非常复杂的算题 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蠢子小姐 对 后来乔治校长给我调出了蠢子的档案 移居满洲 在满洲新京读完了中学 五年后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数学系 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 秦传军 你真是太不简单了 我家的事你都调查得清清楚楚 大作国小 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个问题 看来找到枪械师 还得麻烦大作的女儿 蠢子小姐 这确实是一道非常难的题 是王韵凯教授出的吧 你认识王教授吗 我认识 王教授是我们学校最有才华的教授 事情是这样 蠢子小姐 王韵凯教授有三个学生 陆牙 朱重阳 刘春生 他们从德国返到上海 被我们扣在了法租界巡谱房 他们三个中间有一个是共产党 这个学生被海森波克教授称为 不是奇才 你认识他们吗 这三个人我倒是认识 我们是一届的同学 但是我确实不知道 谁是那个不是奇才 这道题就是王韵凯教授 留给这三个学生的 这道题就是王韵凯教授 只有不是奇才的枪下诗 才能答出来 那只有不是奇才才能解答出来的 那只有不是奇才才能解答出来的 我肯定答不出来 那是什么 春泽小姐 你误会了 所谓的不是奇才 只是那个德国的犹太老头言乱语 我们知道真正的不是奇才应该是你 因为你在圣约翰大学连续四年后 得了数学竞赛的第一名 是这样吧 那好吧 我试一试 多谢 我试一试 什么 让他们打题 你开什么玩笑 法务处长先生 你再给我开玩笑吧 你只给了我二十四小时 假如你时间给我长一点的话 我也不会来打扰你 你让他们打什么题 打什么题你不用管 我们一定通过这个方法抓到强劫师 到时候你我都可以交差 他们这是心疑烦 我不认识你折腾他们 法务处长先生 我们找的人就在他们中间 抓到他是我们的中心目的 你自己应该非常清楚 不要因为这件事情 让我们日本的军队包围了苏靖 这个事情要闹到领事馆那儿 你也不愿意看到吧 好吧 你真是个混蛋 但别搞得太过分了 你很聪明 你就像一样传逗 你把他扔干这儿 怎么办 我又不知道 你又要打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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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党安插在你们中间轨的牵连 你们受委屈了 不过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解答题 那个共党的轨是答不出来的 我们一旦抓到了枪械石 立刻把它押送宪兵队 你们都可以自由了 吉川先生 我想您是在开玩笑吗 我们每一个 可都是在柏林大学能够查到学籍的 你说得没错 假如你们三位都能达政权 你们可以自由啊 您是亲自出帝考我们吗 吉川先生 您可是要知道 我们连 德国柏林大学的博士都考上 您觉得您的问题 能考得到我们几个吗 小伙子 你太自信了 你先考了一把梯大整群 否则你就没命了 你孝顺 你们说我们这里有鬼 我告诉你真没有 但是咱们面前嘛 还要占了挺多鬼子啊 你别太孝顺 虽然这里是都界巡抚方法 但是我告诉你 只要不可能好好配合 谁也离不开这里 法副处长 我想 法国还没有放弃 在租界的治外法权吧 很抱歉 先生们 如果你们不协助几川线上 查出那个暴力分子 按照我们达成的安全协议 恐怕你们不能离开这里 也许我们还会喜欢待在这里 好 小伙子 刚才都听到了吧 你可以不考虑你自己 但是你得考虑你的家人 谁让他们出来的 他们还在发烧 需要卧床休息 护士小姐 你来得正好 你可以给他们治疗 我们办案两不耽误 来吧 考试 你没听着 考试的时间是十分钟 现在是十一点零三分 十一点十三分收卷 你不取说 看我干什么 十分之内拿不出来 你的命就没罢了 你感觉还好吧 小心 走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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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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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辛苦了 明天答复你们 刘春生跟路牙这答案一样 只有朱重阳的不一样 也就是说 朱重阳就是枪械式 这可倒是让我觉得很意外 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中国人将深水尽流 大隐于事 不过让我奇怪的是 你看 这是纯子小姐的答案 先生跟他们三个都不一样 这就是问题的素材 难道是我们的情报错了 枪械式不在他们三个中间 不可能 种种情报表明 枪械式就在他们三个中间 那难道是 纯子小姐的答案错了 更不可能 纯子小姐在数学界的天赋 圣里约翰大学的校长都认可 那就只能说 是有人故意误导我 不是误导 是有人想把我们领进迷宫 少总 就用您的指望 带我们走出迷宫吧 小衣军 走出迷宫并不难 难得是 找到那个给我们带进迷宫的人 来 小心火火 在前面客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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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汐锐 来吧 三个门 邵总 您看这个 是 妖戏太珍贵了 一张照片 我奴子 有了他枪械射能打得掉吗 这一夜 对陆牙 刘春生 和朱重阳来说 漫长而难熬 明天就能知道 决定他们生死的结果 刚踏入这个局中的时候 或许还有人是迷茫懵懂的 但看到考题后 日本人想找的是谁 每个人心中立刻有了答案 而且是正确的答案 因为他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 这次考试 不仅考的是他们的学识 也在考验着他们的友谊 信仰和忠诚 Rus conoc 非洲人情 他让他们要命 或是 云总探索 一群的圣诚 从这一群圣诚 这一群圣诚 这就是导致大夫 你这么想 bow 要不等野汉子了吗 二哥 你不要糟 这都着急着了 不会花又废回来 你说万一这个 枪械石有这么危险 这则是谁能带得起啊 我告诉你们 现在集川肯定有所准备 如果我们贸然行动 不但救不了枪械石 还会把上海组织 和我们都给暴露的 那好 那好 就按你说的 咱们不贸然行动 有办法吗 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 你要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那只能按我的办法走 咱们直接闯进徐步房 抢人 把这枪械石给抢出来 你把嘴给我闭上 咱们等小婉回来再说 回来了 回来了 来来 坐 小婉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我见到那个人了 可是没办法 小鬼子看得太严了 不仅不让病人去医院 还把我和吴医生扣起来了 直到今天天快亮 才放我们出来 那那个人 现在怎么样 没暴露身份吧 听说 鬼子审了半天 也没查出谁是枪械石 后来呀 有一个叫集川的邵左去了 一进去就让他们三个人答题 鬼子的理论就是说 共产党的鬼 一定安插在回国的留学生当中 如果谁答不出题 谁就是枪械石 别说啊 这集川这小鬼子 还真有点脑子 那么答题之后 有什么结果 我看 没什么结果 那集川看了看答案 什么也没说走了 那个人 有没有什么话 这你带出来 对了 他说了 说 他已经想好对策了 让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听到了吗 别轻举妄动 向你抢人 我觉得今天这事应该有结果 但人如果放出来 日本鬼子肯定要跟踪几天 所以现在我们要想办法 咱们去接近抢些事 再来 金川君 你也起这么早 不来得早的话 咱们能欣赏到大佐的见识 也就是随便玩玩 你要感兴趣的话 等那天 咱们也切磋切磋 集川不懂剑术 不是班门弄斧吧 说笑吧 昨天晚上 有收获吗 大佐 我正要向你汇报 通过昨天晚上的测试 人员已经确定 那我就 恭喜了 那我就 恭喜了 人是谁 最后是谁 还要进一步确定 可是租界方面 要求中午十二点之前放人 这样的话 恐怕你时间不多了 大佐请放心 我保证十二点之前放人 大事后 还会给您一个惊喜 好吧 那我就等着这个惊喜 是 经过测试 枪解尸已经确定 是周中阳先生 什么 我是枪解尸 我我我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是枪解尸 你凭什么说说枪解尸啊你 不要狡辩啊 真不是我 你 你们俩 道说谁是枪解尸 你别害我啊 你们俩 放开 我就是你们要找着枪解尸 不是你 集川先生 我是 他们都不是 我是枪解尸 你们的行魅 让我非常感动 但是大日本帝国 是不会搞错的 谁就是谁 海王 是 无数 同阳 宣传 我无数 不是我 同阳 我手机 同阳 天后 同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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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住我错了 我三十秒 你真的错了 集川先生 大日本帝国是最想认真的 不会搞错 同阳 初遥 老天 你真是个混蛋 你就不能带回 你们线兵队在当政 谁让大死 杀人是正常的 混蛋 你们两个自由了 你们两个自由了 你能让土 sell 晨丫不应该死 咱们三个说好的 做王国农就是这样 生命被剑得像蝼蚁一样 其实有的时候 眼见还不一定维持 更何况事而听呢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这本书送给你 《侠引记》 这是咱们上大学 最喜欢的书 这是上海 印书馆 印刷出版 很珍贵的 还记得吗 咱们上学的时候 还自举十三个火枪手 那时候心里想的 只是希望能够 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现在就剩咱们俩了 不忍敞 还塞着 接着 你干什么 不忍敞 还带着 你去的 你去都可以 不要再去手 那些人 要有兑我 就是 会比 人家 可以 了 少主 果然不出您的所料 淳子小姐真的懒 你里边怎么说的呀 您不说了呀 我 我发现你可真产得柔气 你 干嘛呢 少佐 他们出来了 我出来了 哎哎哎 出 出来了 陈泽 你来了 今天上午我去了寻补房 他们说中午十二点前就可以放人 我当然要来接你们了 现在是个好机会 我们动手吧 你现在的心情我理解 但是里面传出话来 让我们不要轻去妄动 既然那个人这么说 一定有他的道理 我爸过一会儿小鬼子 又变什么花样呢 那也要当 现在动手 我们要吃亏的 不是 你怎么老说吃亏啊 我们来这儿干什么的 只要我们把枪键师救出来 这买卖就值 我现在从重点插过去 你带着剩下的人 在我混乱之中快别 爸 大宝 两个人哪个是枪键师 我哪儿知道啊 那你救谁啊 你俩都救我 你傻不傻 你看看这里面埋伏的 日本特务有多少人 巡幕房的警察有多少人 像你这样做 一个都救不了 听我的 忍住 我有更好的机会 怎么只有你们两个 朱重阳呢 怎么了 怎么了 告诉我 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他死了 天哪 怎么会这样 昨天 有一个叫吉川的日本人 要逼我们答题 他说 答不出来的就是共党要犯 枪键师 我们三个就给出了答案 今天上午他说 重阳就是那个枪键师 就把他拉出去枪毙了 这是什么道理 对那些日本县兵 有什么道理好讲 大难同生的人 本能的反应 见到亲人是庸 总共党 And the same 小影君 你手出了 你说他们两个 谁先会给春子拥抱 我只知道 他们都是大学同学 但是 春子小姐跟谁更好一些 我还真是不知道 很好判断 看他们 谁先向春子 买出第一步 第一步 我们走吧 你们走吧 走 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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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开箱 春生 春生 下救护车 来人哪 春生 春生 你不会有事的 春生 不会有事的 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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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坚持住 你坚持住 我们坚持住 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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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坚持住 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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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八蛋 鹿野 王八蛋 我跟你拼了 王八蛋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鹿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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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回来 春生他快不行了 他有话要跟你说 你快回来 鹿野 你快回来呀 春生 我 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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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部分有事的 本学 天生 你你不了 我 zar 你记住 我 说 Cebra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春生 春生 你坚持住 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春生 你好 姐 是我的生命 记住 春生 春生 你要 救救 我的 死了 春生 你坚持住 你坚持住 坚持住 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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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少女的幼稚和单纯 葬送她情人的名 葬送她 少祖 您说刘春生是纯子小姐的情人 昨天晚上我们看到那双沃努词 就是纯子小姐写给枪写诗的 活一把泥 捏一个我素 一个泥 然后将它倒过用水调和 从心所作 你一个我素 一个你 你泥东有我 我泥东有你 懂了悲情的故事 少祖 我觉得现在不是我们悲情的事 反而是我们荣耀的事 小野军 你成熟了 我们除掉了枪写诗 巴勒军就等不到她的那个 造枪专将 她的造枪计划就太私伏重 又要信 少祖 田中大祖来 我们要不要过去 我看到了 臣子小姐的事情让大祖颜面扫地 你愿意过去碰这个眉头 这个姬船 它当面死我的脸 我认 revolving 姬船君 大祖阁下很生气 这件事 她希望你给她一个满意的档 要喜 请你转告田中大祖 我们已经将枪械式击毕 至于纯紫小姐 为何是在其中 我会去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邵总 我们现在回不回特务机关 不 直接去东郊机场 那儿有架飞机等着我 我们将载着我们的荣誉回北平 知一田中大佐 他是个聪明人 他会解决这一切 吉祥社组 什么事情 这是上海逊玉航大学社长 给你的一封信 有信 有信 大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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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狗阁下 大狗阁下 大狗 大狗阁下 请您马上报备足剑 你慌里慌张的 又出什么事了 不 我们杀错人 路牙才是枪军师